Fashion Is Us Fashionistas Hello 大家好 我是Laura Mercier 彩妝師Stanley 在2015年的聖誕台上 我們會看到很多藍色系的煙燻 如果你也想嘗試藍色系的煙燻妝容呢 在底妝的部分給你一個小建議 就是藍色系的妝容 要讓你的整體妝容看起來比較濃 那如果你不想看起來妝是非常濃的話 在底妝的挑選上面 你可以使用一點有透亮感的光澤感的底妝 不讓你的妝容還更加輕透 潤色格子妝可以幫助我們在後續上粉底的時候 會顯得妝容更加的透 更加的服貼以及完整 同時今天如果皮膚比較乾燥 透過這種亮面底妝有一些小紋路 它都可以幫我們達到一個修飾 如果我們要畫一個比較深色系的眼妝 眼部的乾淨度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我們的黑眼圈是一定要遮掉的 在完成眼部與臉部的遮瑕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幫我們的底妝做一個定妝 一般在用蜜粉定妝後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比較粉霧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追求 也就是剛穿完粉底液那種水氣的感覺的話 我們可以在定妝之後呢 使用亮材筆 它可以幫助我們還原我們剛剛的水氣的感覺 如果我們要創造一個比較亮面的妝感的話 可以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既可以達到定妝的效果 就可以還原你皮膚的亮度 在完成底妝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到眼影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要畫不管任何顏色的眼影 你一定要記得就是你的眼部打底非常的重要 我們就使用LORMERS的一個晶亮式底霜 它是專門針對上眼部做一個控油保濕 以及打底跟遮瑕 晶亮式底霜它也可以幫助我們 即使你不畫色彩 你的眼皮也會顯得更加的明亮 完成眼部打底了之後呢 我們要開始來畫上我們在2015年 最新流行的藍色系的煙燻 藍色系的挑選上面呢 建議帶一點灰藍色系 或是比較所謂的電光藍 比較深一點的藍 會更適合我們東方人的膚色 我們挑選LORMERS的一個夢露煙燻眼彩筆 我們挑選一個SAPPHIRE就是一個電光藍的顏色 使用刷子沾取之後呢 我們要以線條感去做微微的暈染 夢露煙燻眼彩筆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眼影筆 我們用眼線刷搭配的話 它就可以作為眼線使用 那好處是呢 我們剛畫上去的時候它是可以暈染的 可以暈染做一個眼妝 那在時間一到的時候呢 它會有定色的刻劑 它是完全防水不會再做暈染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眼塞筆 畫過的位置的上方 疊上我們今天要使用的眼影 完成上色之後呢 煙燻妝的重點就是在於暈染這個動作 那要怎麼做暈染呢 首先你要有一把暈染專用的眼影刷 使用方式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輕輕的在眼影上面 用左右來回 或是你要畫螺旋狀的方式也可以 它就可以達到一個暈染的效果 暈染的範圍呢 就是比較照顧我們的眼窩 你的妝看你就不會覺得很突兀 或是非常的濃 東方的眼型 如果你想要嘗試一些 創造出一個比較立體感的話 這邊一個小技巧教大家 大家可以使用一種 比較霧面的黑色眼影 我們可以加深在我們眼尾的地方 淡淡的把它藏在我們的藍色眼影裡面 這個動作可以讓你的眼睛看 看來更加的深邃 在完成藍色的煙燻妝容之後呢 如果中午想要再更符合 我們這一期流行的趨勢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一點銀色系的眼影 微微的點綴在我們的下眼頭的位置 這幾年開始 我們漸漸的睫毛都呈現一種 越來越自然的趨勢喔 都是使用自己的睫毛 然後刷上薄薄的睫毛膏 不會讓睫毛看起來很厚重 但是又能夠讓整個眼型看起來是非常有神的 如果我們想要創造像國際銘膜一樣的妝容的話 修容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2015年的秋冬 純色的部分流行焦糖色系 更加的襯膚色之外呢 你會顯得較柔和 不像以往說這麼重的一個紅唇 東方人在完成眼妝之後呢 會建議說可以再補上內眼線 它可以幫助我們整體眼妝的藍的色調 可以更加的飽和以及更加的明亮 同時可以創造出更深邃的睫毛 如果你想嘗試2015年的 藍色煙燻的妝容呢 別忘了就是選擇比較飽和的藍 然後搭配修容以及我們蜜糖色的唇 相信你可以看起來非常的時尚 按摩 你要做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